真的要降息了 而且这一次还可能不止一码 或许真的是两码 根据吉保结算所统计到八月底为止 目前国内债券ETF的受益人数 已经来到了195.5万人 而且将近一半都是今年进场买的 今天我要换个角度来问这个问题 即将降息众所皆知 而且从去年大家就有这样子打算了 这是去年底为止 绿色这条是美国十年期公债的殖利率 传出不再升息要开始降息 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一路的往下降 同一时间官方都很聪明 美债殖利率往下代表价格往上 因此美国十年期公债的期货价格 一路的往上出现了上涨 也就是说目前债券的价格 并不是在相对的低点 那我们现在才要进场 到底还有多大的获利空间 相较于债券的ETF 高股息的ETF 市值型的ETF 市场商品琳琅满目 现在到底该选谁 好久不见 贵人请你上台来 你最近太忙了 我们今天终于中秋节有时间 找你来跟官方谈谈谈一下 来这三种商品现在进场选谁 好我先说一下我会非常荣幸的回娘家 我觉得都可以 但是呢因为刚刚其实祝华讲到一个重点是 今年真的有蛮多蛮多的投资人 因为债券要降息的利多 所以他们开始买债券的ETF 八十几万人我看那个数据 对然后另外再补充一个数据是在 就是投信投顾工会 他们最新的资料是光八月以来的债券的ETF 增加了四百多亿 所以表示真的很多很多人在开始买债券的ETF 那这个时间点我认为不贵 那如果你要去做操作的话 持续可以分批布局 那为什么你要买债券ETF 通常有人会跟你说 因为要降息了 因为景气衰退了 股市要下跌了 这应该是比较多人在讲的一个 因为以前股跟债都是翘翘板 债上来股就下去 是没错 那如果以最近这几年 比方说从2000年开始的这几次降息的循环 我们会看到确实2000年的科技泡沫 他从2001年的1月3号开始去做一个降息的时候 我们发现说 S&P500的涨跌幅竟然真的跌了10% 然后一年之后还跌了14% 这是当时科技泡沫带来的市场上面的恐慌 这其一 然后其二的话是大家复习一下 在2008年那个金融海啸 雷曼崩暴 对 房贷那个次贷危机的时候 真的也是一样 2007年的9月18号开去做降息 然后发生半年之后的话跌了14% 然后一年之后的跌了23% 所以这就是大家心目中那个股债是悄悄板的 可是呢 我们如果再把时间把它拉长起来 从1980年代开始 因为美国的股市 它真的是经历过一些多空循环 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来看到的话 其实如果我们看到过去几次降息的循环 从1984年一直到2019年这几次的话 会发现说其实我们刚刚扣掉这两次之外的话 不管是半年之后 甚至是一年之后的S&P500涨幅 就是在股市的涨幅来说的话 都是红通通的 所以如果回归到统计数据来说的话 最近这几年的一些相关的上涨几率 甚至高达了六成以上 所以应该这么说 如果降息没有碰到这种系统性的风险的话 它涨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对 是的 朱华讲到这个重点的话 我随便再跟大家做一个补充 是这边还有一个复数的有没有 那这一次的复数的话 是发生在1990年的7月份的波湾危机 那次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所以造成了油价的暴涨之后 景气衰退 所以如果非景气衰退的一个降息的循环 开始的话 比方说像是2019年那一次 那次刚好也是鲍尔 鲍尔他是用一个预防性降息 预防景气衰退的降息 或许过去几次的这种预防性的降息 为主的循环来说的话 其实股和债 其实他们都会往上涨 这一次应该也是预防性的 我认为是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下一头影片 会发生说这次真的 大家都已经看到一些相关的数据也好 或像是也有人打预防针也好 像刚博基老师讲说 搞不好会利空出境 对啊 这一次怎么会市场这么诡诀 对 我觉得很有可能 因为其实鲍尔他最后一次谈话的时候 在8月23号 那是全球央行年会 那那次他已经讲了一个很强烈的动作 就说我们认为通膨回落到2%的一个信心 已经明显的增强了 然后可是他说的是劳动力市场降温 已经看到显而易见了 所以看起来是通膨没问题了 反而现在问题是在于 劳动力市场的这一块 所以政策调整的时机已经到来 所以那一次的谈话之后 全部的新闻都告诉说 这是鲍尔主席 他释放出来最强烈的是讯号 但他那次之后就再也没出来讲话了 然后呢其他人就开始陆续开始讲话出来 比方说鷹派的华乐 然后甚至像是鷹派的波斯提克 然后呢歌派的话是代理 这几位联准银行的理事也好 或像是总裁也好 他们都讲一样的话 不管是鷹派或者是歌派 全部跟你讲通膨回落 就会放缓支持降息 然后呢前几天的话还是新闻 他是前纽约的总裁 那因为纽约银行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银行 他当任的总裁的话 一定具有投票权 是当然投票权的 所以他是前总裁 不过他的讲话 我认为也有相关的可信度 所以他有说到说 有充分的理由支持降息两码 包含了这些相关前后的官员的一些 释放出来的谈话 在最近起来的话 其实让大家有一些预期也好 或者说降两码就不再那么样的恐慌也好 那更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当然还是要看一下 我认为他真的是有领先的资讯 只是不好意思他讲有内线而已 其实真的有啊 因为他最近这两次的谈话 这两次的推文跟新闻的话 他有讲到几个重点 他说他原本说降息一码的几率大 礼拜四 对然后呢 如果降息两码的话 恐传达经济衰退的一个讯号 这是他原本第一次讲话的 结果他没想到 礼拜五隔天就说可能降两码 就是有趣了 然后他不好意思说要降两码 他跟大家讲说 哦 目前FED面临降息一码或两码的两难 所以大家看到说像飞话曲 原本上个礼拜降息一码 那个原本最高可以到85% 对 礼拜四的时候还85% 礼拜五的时候就55% 然后刚刚看到的就是这样 反而现在这个时间点 如果你再查的话 竟然降息两码的几率是高达了60多%以上 所以市场上面已经渐渐的在 他船身筒出来试水温之后 有这样子一个预防性的预期了 降两码看起来市场就不会再都担心了 那目前看起来的话 我认为这一次的降息 就是比较像是一个预防你经济衰退 或者是说看起来像是一个 必然要做的一个劳动力降温 所以你必须要去做一个降息的动作 所以这一次的话 我觉得股债都很有机会去做一个上涨 股债都有机会 我认为有 来 怎么挑 好 那因为其实这一次的话 我们帮大家做一些回测 因为过去以来说的话 其实2000年之后才有ETF的基金 所以我只能测试那个2000年的那几次 就是2007年的一次 然后2019年的那一次 那2007年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 雷曼风暴 恐慌性的降息 然后2019年那一次的话 就比较像是这一次 就是预防性的降息 所以我们回测的是2007 2019两次的降息 是的 没错 那我们分别用四个区间 就是从礼拜四开始 如果起算出来 它是第一次降息的 后半年 还有后一年 还有最后一次降息 你如果一直撑到 下一次升息再开始的 这四段的区间 你如何有反映你现在目前的 股或债或是 像是ETF的部分的一些报酬率的表现 哇 谢谢昆仁 这是大功臣 来 回测的结果如何 好 因为这一次的话 我们再债券型的ETF 我们很难去选择 我们自己国内的ETF 因为毕竟最早一档 679B 元大美在20年的话 它是2017年的1月才开始成立的 所以我必须要把它拉回到 全球最大规模的TLT 也就是iShare的20年期的 美在ETF上面 那市值型的话 没问题 因为0050它的成立时间是在2003年的6月 够久了 够久了 已经可以承受两次的多空循环了 然后再来一次的话是高股息ETF 0056它的成立时间的话是在2007年的12月 也在我们回测的范围里头 先看一下TLT 那因为TLT的话 我们看到的是这次是属于 比较属于衰退性的降息 然后呢 这一次的话是比较属于预防性的降息 它在降息后的半年的话 分别有10%和6%的涨幅 所以这就是表示说 其实如果这个时间点 你才开始买美债ETF的话 我觉得OK 没有问题 因为在降息循环的后半年开始的时候 其实都还有不错的涨幅 那甚或是说在降息后一年的涨幅的话 也可以来到11%跟12% 不管是恐慌的或者是温和的 都有这样一个不错的表现 所以现在开始的分批 我认为是OK的 没有太大问题 那但是呢 有一个问题是 你可能要小心留意的一件事情是 如果它在最后一次降息的时候 这个报酬率都非常非常惊人 可以到40%到28%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撑到下一次的降息 升息的开始的时候 就有一个问题了 因为既然这种预防性的降息 你把它撑到下一次的升息循环的时候 竟然你的战券会变成一个副报酬 所以你可能提早就要先获利了解 对 要有获利了解这种观念 这是在TOT的部分 那如果回归到0050的部分来说的话 其实真的 如果是因为所谓的恐慌性的降息的话 它真的会在半年甚至一年的时候 有比较大幅的跌幅 那我也顺便比较一下 因为其实如果就高股息的ETF 它本质也是股票 所以它的跌幅也会有一些些 因为这是比较属于大型股 跌了35% 然后如果是以高股息的这种 属于防御型的个股的话 它也跌了快三成 所以这种是属于一个恐慌性的降息的循环的话 会有这个问题 那但是如果你看到是一个预防性降息的 这个2019年的这一次的话 它在降息后半年 其实50跟56都有不错的涨势 因为表示说大家已经预期内了 该反应的利空都反应过了 所以你这个时间点 我觉得你买股票 还都还是有利可图的空间 而且甚至它的一个报酬率的话 根本就跟债券来说的话 还更好一些些 这是一年后的一个涨势 如果希望把资产可以开始做一个分配的话 可以有哪些的标的可以选 好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所说到的 就是因为之前我们在回撤的过程的话 因为那时候只有像是0050跟0056 那我必须要平衡发展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国内的相关的ETF 已经是蓬勃发展了 而且有相关的一些市值型的ETF 它已经不只是0050了 像6208或是692 甚至像922跟923 这些低碳的啦 ESG的啦 有些公司治理的 其实都已经算是一个比较 蛮稳健的去做一个发挥的这个 市值型的ETF了 然后呢在高股息来说的话 其实56878 919跟929 这都是市值蛮大 这些都已经充足了 那当然我们债券的部分的话 当年只有20年的没债 可是像现在来说的话 像金融债啦 头等债 非头等债 其实都有 所以如果以这个时间点来说的话 其实选择是够多样化的 所以不只是我们刚刚前面说的那几档了 那这个时间点的话 已经是足够多 让你去做一个分配了 可是我刚刚讲的一个重点是说 你要小心留意的一件事情是 这一次到底是这个 所谓的景气衰退的降息呢 或者是预防性的降息 可以带来股债双涨 我自己的想法 因为我觉得这一次的话 叫做软着陆 所以软着陆的话 会是比较偏向于 这种的一个形式 那如果以这种形式来说的话 其实就是选债券ETF的话 是稳健的 然后呢甚至你要逢低布局 像是50跟56这种 比较偏向于市值型 跟高股息的ETF的话 也都可以 那当然如果这个时间点的话 因为看到的一件事情 是非衰退性的降息 而且我刚刚讲的一个重点是说 如果你像是buy and hold的这个策略来说的话 你要小心的一件事情是 万一如果他最后一次的降息循环 已经被确认了 当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 搞不好是明年或后年 可是当那个确认的那个当下的时候 你也要有去做一个逢高 把你的债券去做获利了结 这样的动作 我们回到上一章 这个是特殊的状况 要提醒你 如果预防性的降息 而你买的是长年期的美国公债 在下一次升息之前 记得先获利了结 否则一直报一直报 可能就没来了 没错 没错没错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跟你讲说 你只要这个时间点 去做一个分批 布局长期持有 那个会有稳健的报酬 那你可能要想说 这个长期持有的时间是多久 如果你是为了要一个报酬率 或者你为了一个获利入代 这样的观念的话 你就必须要在每一次的 升降息的循环之间 去好好的调整 现在目前的持股的配置 好我们回到最后的字卡 还有哪些提醒 那另外一件事情的话 因为我们刚刚所说到的 就是预防性的降息的话 其实都有文件的报酬 不用恐慌不用担心 就是不要担心说什么 市场上面一定说什么 股会跌或再会涨之类的 因为那都比较像是一个 非统计的因素 我们刚刚用统计的 来数据来告诉你说 真的如果万一发生了 那过去的经验就是 股债双涨的几率还蛮高的 因为只要不是那种恐慌性的都可以 好那另外一件事情 还是要请你回归到 你到底为了什么事情去买这个商品 那我听过很多很多投资朋友说 我现在要今天要买债券 下个礼拜如果他降息两码的话 我要逢高后利了解 不要这样做 一个礼拜 对因为那个就变成是 你要去做那种短粹的事情 因为短粹的事情 不是你该做ETF去做操作的事情 那你如果真的要做ETF的话 就请你好好的安心 安心下来 恒常性的配置 然后去做一个分批布局 而且你要严守你的资金控管停损停利的 这样的操作了 今天这场太精彩了 谢谢云人 请先回座 以后也多回来跟我们团圆一下 谢谢一定 好这个是降息循环开始 到底选高股型的ETF 市值型的ETF 还是债券型的ETF 好今天第三段要带您看看 进入了9月的下半旬了 法人作账现在也开始了 这一次法人有哪一些新任养股 但是变数这么多 到底接下来作账快马加鞭 还是结账 我们要提高警觉 红斌告诉您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您掌握全球最新讯息